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攒钱买的一套房子当作陪嫁房 不过赵曼心里也清楚 这套房子肯定和林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只是租出去的房租可以两个人共用而已 但是赵曼却没有想到 当自己表达了自己这个想法之后 林祥的母亲竟然不再愿意出钱给两个人买婚房 甚至还直言有一套房子可以住就行了 他们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 不用这么奢侈 这话听上去有一定的道理 但说实在的 根本就是在占赵曼的便宜 因为在他们老家 还没有让女方家庭出房子的先例 而赵曼之所以想把房子当成陪嫁房 也是觉得林祥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 他们出了首付之后 他和林祥不一定还得了房贷 所以靠陪嫁房的房租来贴补家里 可现在林祥母亲直接就想让自己把房子贡献出来 那赵曼自然也懒得体谅他们 干脆把房过户到他的父母名下 给他们用来养老了 而林祥的母亲也被这一做法给气到了 直接说他们根本没有钱买房子 如果赵曼这么自私的话 那他们两个人在婚后再自己想办法吧 赵曼也是一个急脾气 既然林祥的母亲非要这样道德绑架 那赵曼就直接顺了他的意 就这样两个人结婚了 林祥家也只出了一笔彩礼 赵曼拿了几万现金当做嫁妆 其他的双方家庭都什么都没有出 而在婚礼现场上 林祥的母亲也一直是黑着脸 很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赵曼的不满 但是赵曼也是争锋相对 直接借着私仪的嘴 说出了林祥家没有买婚房的事实 这就导致赵曼和婆婆还没有结婚 就直接闹翻了 所以在结婚之后 他们更加不待见对方 赵曼也懒得去孝顺婆婆 直接带着林祥到公司附近 租了一套房子 平时也只有林祥一个人 回去看望婆婆 本来赵曼觉得 虽然这样会闹得有些难看 但是只要婆婆不来惹自己 日子也能安安分分地过下去 但是赵曼没有想到 半年之后婆婆就找上了门 我来没别的意思 是觉得我现在年纪都大了 身边没一个人也不行 所以你们也应该尽一尽子女的义务 好好孝顺我吧 婆婆开门见山地说 实际上就是想和赵曼 林祥住在一起 赵曼当然不愿意 但是林祥夹在中间 有点难做 考虑到母亲是真的年纪大了 而且自从林祥父亲去世之后 也是母亲一个人 拉扯着他们两个孩子 这才导致了母亲的身体 其实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硬朗 所以林祥其实下不了狠心 把母亲赶回去 于是就只能掉过头来 祈求赵曼 林祥是一个好丈夫 也是一个好儿子 虽然讨厌婆婆 但是赵曼却没有那么硬的心肠 拒绝林祥 所以最后 在和林祥约法三章之后 赵曼还是同意了 和婆婆同住 而说是约法三章 其实赵曼也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只是不许婆婆管自己的事 不许婆婆问两个人的经济情况 也不许婆婆对自己指指点点而已 这也算是赵曼的底线 林祥自然答应得很痛快 但是婆婆虽然表面上答应了 但经常忍不住的说赵曼 不像一个贤妻良母 还好几次开口 想要帮两个人掌管存款 这就让赵曼有些无法接受了 而赵曼也没有那么宽宏大量的心 在婆婆屡教不改之后 赵曼就想着让婆婆搬出去 不过赵曼也考虑到了林祥 所以本意是打算让婆婆把老房子卖了 然后在他们附近租一间房 租金他们可以出 卖房子的钱就让婆婆留着养老 结果就在赵曼就这件事情 去和小姑子商量的时候 却意外的发现 婆婆早就把老房子卖掉了 而卖房子的钱则是给小姑子全款买了房 赵曼这下才突然明白 为什么婆婆会那么着急的 要来和他们同住 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赵曼有点压抑不住 心里的怒火 因为当初买婚房的时候 婆婆只想占自己的便宜 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不管不顾 现在把所有的钱都给小姑子买了房子 却又巴巴的跑过来 让自己来伺候 赵曼根本不愿意听林翔 说这件事情的经过 而是直接跑去和婆婆对峙 却没有想到 婆婆并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错 甚至还觉得赵曼孝顺自己 伺候自己是理所当然的 我给我闺女全款买房 怎么了 不就是想让她之后 能有点拿得出手的条件和依靠吗 而且你现在这么怒气冲冲的 凭什么样 你又不是我闺女 我凭啥要给你买房 赵曼直接就被气笑了 干脆反问婆婆 你给你闺女买房 我没意见 只是你儿子至今租房住 你以后准备找他养老吗 我闺女以后是要嫁人的 我肯定是让林翔给我养老呀 婆婆说的特别自然 好像完全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你这不是很明白吗 你闺女和你儿子都应该给你养老 可我呢 我凭什么给你养老 这房子的租金我出了一半 你儿子出了一半 但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而你既然一点事情都没有为我们做过 我又凭什么管你呢 赵曼一语中递 听得婆婆直接愣住了 而林翔也知道自己的母亲听进去了 赶紧在一旁说 对 妈 您以后就不要这么斤斤计较了 赵曼是我老婆 我不可能不考虑他 我已经在附近给您租好房子了 我也会孝顺您的 但您以后不要再来麻烦赵曼了 父母生育子女 养育子女是天经地义的 子女在父母老了之后 赡养孝顺父母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当这个问题落在子女的伴侣身上 又或许就有那么一些说不清楚 但是大部分会有这种疑惑的 通常都是婆婆对于儿媳 他们觉得儿媳妇嫁进来就是自己家的人 无条件地孝顺自己是应该的 可是就像是赵曼遇到的问题一样 赵曼嫁到林翔家 本意是为了和林翔过日子 或许在之后也会跟着林翔 一起去负责婆婆的养老问题 可是婆婆连婚房都不愿意买 只想着占赵曼的陪嫁房 那赵曼又怎么可能为公婆付出自己的真心和经历呢 虽然父母和子女之间是双向奔赴的 可是婆婆和儿媳之间 其实是相互索取 相互回报的 只有婆婆在婚前婚后都考虑到了儿媳 儿媳才会在之后考虑到婆婆 而如果婆婆永远只想着索取 不想着付出 那就不要奢求儿媳的孝顺 因为没有这个道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